好 回到我们节目现场来看到这个内湖现在除了有这个慈祭的这个保护区开发案之外 这两天引起大家注意还有山老鼠的问题而且真的蛮可恶的 现在感觉起来好像有官商勾结 根据了解是内湖区公所呢涉嫌图利的公务人员 他们是否认说他们有图利特定的地主啦 但是呢他们坚称说是因为有市员和当地的大湖里的前里长陈勤 然后呢才申请预算来开辟新路 但申请这样子的新路要做什么呢 竟然是方便山老鼠进去盗采这珍贵的檜木 根据市议员高嘉瑜议员他所提供的影片 这内情似乎看起来不太单纯 请问区公所为什么违法帮他们开路 理由是什么 是民众有像前里长然后陈勤 然后透过议员办理会开 哪一位议员 李议员 哪一位李议员 李艳秀议员 透过李艳秀议员办理会开 所以你们就违法帮他开路 哎呦这不简单 竟然原本只是以为挖条马路里面放了一些珍贵的这些木材 我们相信这木材的确实不会是在内湖 是在别的地方摆在那个地方的 可是竟然牵扯出来有土地利益 原本我们所知道的事情怎么样 是有一个果农 说我可能需要运收一些肥料之类 所以开这条路 后来就罚了十万块 所以你们有经过还评 就搞了半天原来里面藏了珍贵的块木 扁薄还有黄筷这个高嘉瑜 这个议员就点出来了 就事情出来好像还有一些所谓的明代有切入进去 那是怎么回事呢 在确定事情是已经市调局 把这四位已经就是申请有生押跟交保 分别是谁 区长林侍从 他是生押 那么生押定义是什么 我等我问我们来宾 另外就是经舰科长林金梅 那么有十万交保 主任秘书王天栋 十万交保 副区长郭亚春 限制住居 看起来真的就有下有其事 那么高宜员你继续最终的时候 是不是真的还有土地开发利益 对我觉得这个案子当然案情不单纯 这个是今天早上明镇局所发表的一个新闻稿 他这个新闻稿是针对区公所在昨天上午遭到检调搜索的事情呢 明镇局表示区公所所涉及的成功路五段120项的保甲路修复案 是在102年9月10号 经市民陈勤 名义代表协调大湖里办公室的案件 内湖区公所于是在103年8月9号修缮会刊 地主当场提供无偿使用同意书 并在103年9月底进行施作 那据我们了解承办人在103年12月下旬呢 调离了金剑科 104年1月份陈储小过一支 并且在104年的3月初呢 火速的办理退休 可是离奇的是呢 这上面所写的成功路五段120项的保甲路修复案 这是当初协调会刊的一个名目 那据我了解呢 现在区公所跟民政局都把它推给是一个名义代表来协调 就刚刚画面上所说的 现在区公所都推给说是因为议员协调 然后代表民众来陈勤 可离奇的是 如果议员协调是成功路五段120项的保甲路修复 为什么你在大湖路的191号 一个保护区资人的土地开辟一条新的道路 南辕北侧完全是两个不同的地方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子的落差 而且呢 其实区公所的当初的会刊记录就是写 成功路五段120项保甲路修复 可是实际上我们来看到这条路呢 这条路是在一个私人土地上 它这个地号里面呢 有私人的土地 有这个国有财产局的土地 有这个相关的一些彰化县政府的土地也都在里面 所以在这块私人土地上呢 原本据空照图来看 这里应该都是林地 但是呢被我们区公所用修复的名义呢 实则来挖了一条新开的路 可以看到呢 这个被破坏的非常的严重 那这个呢 是它现在所谓富裕的状况 富裕的现况呢 它是种了一些小树苗 然后就说这是富裕 可是这边你可以看到 这个我曾经站在这里 大概就是我的身高 所以它被挖了这一整段 大概有160公分以上的深度 然后长呢非常的长哦 已经超越了这个原本应该修复的路线 然后呢 再另外一条路来修复 那这整个问题 当然在去年10月爆发的时候 为什么整个区公所的各级单位 都在掩盖这个事情的真相 到底事情的真相是什么呢 我们看今天媒体的报道哦 区公所的说法是什么 区公所说呢 这个金建克科长林金梅表示 最初是因为当地居民要种植果树 需要使用车辆运送农作物及农药 透过名义代表陈勤 区公所才开辟新路段 所以这个科长的说法呢 已经跟事实是完全违背哦 他是对媒体在说谎吗 因为他说是使用车辆来运送农作物跟农药 可是实际上 这条路上完全都是林地 是保护区 没有任何的农作物 它是一条五尾像 任何人 他前面有一个栅栏哦 任何人都不可能走进这一条路 更不是所谓的保甲路 所以呢 他假修善之名 假运送农产品之名 实则开辟了一条新道路 但是呢 他的说法是说 透过名义代表陈勤 所以才开辟新路段 但实则呢 今天我们也有开记者会 这个科长说 在金建科的预算项目里面 没有开辟道路的项目 只有修复道路的项目 所以这个预算又是如何挪用 为什么金建科 你表示说这些人都可以 只手遮天吗 所以这个问题就在这里 那其他的就是说 简教目前追查呢 这个大湖段一小段的国有地呢 附近有私有地 两年前被买卖过户 陆续的被切割为多个地号 以为开发案来做准备哦 由于该处缺乏连外道路 根本没有对外通行的路 内务区公所竟然用 修复保甲路的名目 来派出这个派工单 实际上呢 把一百多万元的预算呢 拿去来开辟新的道路 使着附近的土地争执哦 部分的私有地主呢 持有面积较大 价差一来一往呢 超过上亿元 甚至其中呢 还有相关的关键千层消失了 所以本案呢 涉及庞大的开发利益 背后已有背景很硬的人撑腰哦 被检方称为是 七七行管的内湖板 甚至呢 今天另外一家的报纸也报道说哦 检方认为说公家机关没有义务来帮私人来开路 而且保护区有许多的地主 开路需要所有的地主的同意 但有些地主呢 根本不知道这件事情 怀疑区公所有人员图立的特定人 涉及伪造地主同意书 以背后名代有施压哦 那检调也调查说 该保护区的道路在名代施压下 美其名要让地主来运送农作物肥料 实际上并非如此哦 将追查施压名代的身份跟背后的动机 所以在去年十月爆发的就是说 整个区公所难道是一个科员 就可以指手遮天吗 在整个预算的审核上面 难道科长跟区长都不知道吗 那整个案子在去年十月爆发之后 这个承办员火速的办理退休之后 好像这件事情就这样结束了 科长跟区长也没有对外 或者是说把这件事情移送阵风 也没有请相关单位的人来调查 那今天区长之所以会被深压 我想就是一个涉嫌重大 一个最大的问题 可是这背后的利益 为什么会爆发 就是说因为三月十一号那一天 刚好自由时报先刊登了这个消息 就在三月十二号呢 可能这些地主呢 在这边藏有块木已经四五年了 据他们表示已经四五年 这些块木可能原本就在这个里面 放在里面因为他认为说反正平常不会有人来 所以在这里藏匿了块木 就刚好被民众发现 然后通知我们 我们上山去 然后才发现说 这些都是很珍贵的红块跟扁薄 可是怎么会被藏在这里 所以当时我要求内湖分局一定要严加侦办 因为包括曾经爆发这个驱公所 在这里违法开路的事情 所以呢才指着整件事情受到媒体的注意 但我认为这个案情呢 绝对不是只是运送块木 藏匿块木这么简单 因为开辟道路的目的到底在哪里 据我们了解这条路呢 其实两年前才刚被货户 而且转手了好几个地主 那分割成好几块 那据我们了解说 其实在这条路上再往前面一点 接近细致的地方 最近有四个非常有利的人士 他们分别购买了四块农地 然后以兴建农舍的名义 在那边兴建了豪宅别墅 所以同样的手法 会不会是在这个保护区没有开辟的路上 先兴建一条路 先破坏 就像内湖慈济保护园区一样 我先来破坏 然后再来偷偷的兴建 不管是以农舍的名义 或是以其他的名义来开发这条道路 然后再把这个开发的利益呢 土地的价值呢 让他来争执 所以这背后可能涉及到 不仅是这个运送宽布 甚至有这个土地开发利益 可是整个官商勾结的过程 因为这是在去年十月 好市长任内所爆发的 那整个区公所 完全没有任何人 针对这件事情来负责 所以我想说市府的螺丝 是不是松了 好市长任内的弊案 竟然要柯市长来处理 而且到现在过了五个多月 正丰处竟然完全都没有 在针对这件事情来做调查跟陈处 那内湖分局警察局 难道没有包庇吗 因为在三月十二号那天 我要求他们办理的时候 他们竟然只评一个说 101年台东县政府 有一个开放检时漂流木的公文 就让这些人把这些漂流木 偷偷的夹带离开了 那我觉得这个背后的问题 当然非常的大 所以今天检调的侦办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检调其实在这过程之中 也有跟内湖区公所来调公文 但内湖区公所都说公文不见了 然后就离开了 然后我觉得说这整个问题 当然凸显说冰山的一角 就是说在市政府的体系里面 是不是有很多借由这样子 公务员可以上下起手 甚至支手遮天的案子 不深美举 今天如果不是检调介入 如果不是这些山老鼠 刚好把这些块木要运走 被我们发现 事情才爆发这么大的话 否则可能根本 这个案子就这样无疾于衷 就只是一个承办人员退休 无法去爆发说 这后面有更大的官商勾结 或是更大的利益所在 那我真的很感谢 就是政经这个节目 给我们这个机会 因为其实这个